你那一天是在現場對不對 你有就是嚇到 其實 因為乃哥私底下人非常好 所以而且我覺得人都有 自己的脾氣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不會說嚇到 可是你的臉很驚恐欸 因為像 像爸爸媽媽也會生氣啊 然後你會覺得爸爸媽媽很可怕 然後不會啊 所以我覺得 那你覺得乃哥就像 就是演藝圈的 爸爸一樣 因為乃哥真的私底下對 後輩都非常的好 那之後事件就是整個爆發出來的話 他有就是跟你聯繫嗎 或者是 傳個簡訊跟你說喔那天可能 就是不好意思的這樣 因為我跟乃哥也沒有到 非常的熟 因為畢竟他是大大大前輩 對啊所以也沒有特別的 聯繫就是怎麼樣 所以事件 你就是跟媒體一樣看這整個事件的經過 對而且後來有很多事情 其實我也是看了報導 才知道 對啊 那蟲蟲哥當下你有覺得替他就是 很心疼嗎 當下喔就是 其實我當下就是 還有一點反應不過來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當我 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 結束了 是整個那個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